歡迎收看 G-Channel Ultra 我認識CANFIRE 品牌是由 IEM 開始 大家玩耳機都知道 這個品牌的耳機都相當有質素 想不到在2022年尾 CANFIRE 終於推出真無線藍牙耳機 就是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Orbit 現在就不要太多 立即和大家開箱看看裡面有什麼 整個包裝相當簡單 正面有綠色 看上去就像聖誕節的巧克力 後面有貼紙 拉開之後就立即看到 整個CANFIRE 包裝 很漂亮 迎合聖誕節的氣氛 揭起中間就馬上看到CANFIRE 的耳機 充電盒相當簡樸 有CANFIRE 一貫作風 裡面放了耳機一對 這裡用了螢光淺綠色 其實盒面貼紙都是螢光淺綠色 可以做回陳托 這裡會有耳膠 今次分別送了耳膠和耳綿 很有 IEM 的感覺 揭開低一點的地方 有USB Type-C 線 另外再有一對耳膠 同時也送了一個很漂亮的胸口針 讓你用來刺着包包 或者衣服附近 包裝外用就是這麼簡單 CANFIRE 一向都很簡樸 現在馬上跟大家看看 今次CANFIRE Orbis 是怎樣 先跟大家看看充電盒 整個充電器給我感覺到質感非常好 多邊形的設計 上面有一個淺咖啡色 中間這裡有少許 好像焦糖的咖啡色 整個感覺很漂亮 正面這裡壓印CANFIRE AUDIO 下面這裡有USB Type-C 以及充電盒的電量提示燈 今次充電器支援QY無線充電 相當方便 這麼細小的 好好握手的充電盒 亦都有大家想要的功能 揭蓋方面是穩固的 打開後會微微卡在後面 當然如果用力握它 也會有機會滑下來 但卡的穩固度已經足夠了 至少在街上拿耳機 不會掉了蓋子下來 你都拿不到耳機 裏頭做了一個螢光錄 互相反映 和包裝盒上 耳機一對很穩定地放在內 有磁吸的設計 怎樣搖呢 耳機都不會掉出來 中間這裡有四顆電量提示燈 下面有藍牙Pairing 如果要用手動Pairing 按住它一會便可以了 耳機方面 整個質感亦非常好 拿上手一點都不會覺得它很麻煩 你一定會感覺到 看法康體的品質做得很好 正面上面這裡是一個Touchcon充面板 再高一點會見到一個度金的Logo 簡泊得來又不失這個貴氣 相當漂亮 上面這裡是一個LED燈 耳機有兩個收音咪 稍後會測試通話質素 整個康體的設計亦採用多邊形的設計 我戴上耳朵上 算是蠻舒服 但這些邊位有時都會響到我的耳窩 可能是我的個人問題 如果大家使用Campfire 耳機 就不知道會否有這個感覺 不受光的導管 而上面這裡都會做一個 好像一個欄杆的形狀 一看上去 大家會認得到是Campfire 本身Orbit沒有這個ANC只用降噪 全教學都是物理解 我自己純粹用過矽膠去做隔音 出來的效果都滿意 它不是一種完全封閉式 當你開著音樂時 大部分外界聲音都聽不到 當然那些很高頻 例如敲碗敲碟 車在你身邊走過 或者坐地鐵時身邊大聲人說話 就算你開多大聲都會聽得到 除此之外 耳機亦可以在單邊使用 任何一邊耳機都可以成為主機 但不支援多點連接 如果大家喜歡一對耳機 要連接幾個器材 今次Orbit就給不到你了 耳機採用Touch Control控制 而操控面板的反應相當靈敏 操控手勢容易掌握 詳細的操作方法 大家可以停止畫面 慢慢去看 說到規格方面 藍牙版本用到5.2 聲音編碼支援SBC、AAC 和APTX Adaptive 價 而防水規格達到IPX5 一般汗水或雨水撇濕都沒問題 作用力方面都頗不錯 耳機充滿電的時候 可以用到8.5 分鐘 而充電還會額外提供30個小時 加上兩天都不需要充電 同時剛才提及過 耳機是支援QY無線充電 有習慣用無線充電的朋友 然後耳機便可支援 官方提供到自家APP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連接好後 馬上便會見到一個介面 這次APP的介面是非常簡單的 一看上去便可以見到所有功能 首先第一項 耳機已經連接了 另外左右耳機的電量 都很清楚顯示出來 而下面這裏 並不是用來選擇Touch Control 純粹告訴你 左右耳機的Touch Control 的控制方法 而最低便會見到 你在使用什麼Coding 因為我是iPhone 所以在使用AAC 如果你手機支援APTX Adaptive 這裏也會顯示 接著中間便是EQ 當你按進去時 便會見到 預設有7個EQ 這裏我自己覺得 不太清楚 始終沒有圖形表達 變成每次轉換EQ 都要按齊7個 去試聽 我才知道 哪一款適合自己 這裏有些使用 不太適合手 另外最右下角 你會見到A 當你按進去後 便可以自由設定一個 Custom AQ 同時可以改名 這裏便是EQ 最右邊便是設定位置 按進去後 你會見到Touch Control 控制 這裏便不是讓你選擇不同的手勢 純粹告訴你 你的功能開啟用不開啟 便不能自訂手勢 大家要留意 下面便是Fileware Upgrade 以及你現在的版本 APP方面大致上就是這樣 來到大家最關心的聽感部分 Campfire Orbis 今次採用全頻的10mm動聽單元 而鎮膜方面 用到LCP 液晶序合物 大家聽到這個鎮膜 應該都猜到聲音 都是偏向快 節奏感強 以及一種光澤感 閃亮亮的感覺 動態和反應速度都是快的 整體來說 聲音都是清澈 空間感和開陽感做得很足 另外它的能量也頗強勁 給予我一種很高級的感覺 聽起POP3 或一些節奏法的歌曲 你會覺得很爽 很過癮 同時也跟大家說一聲 耳機的輸出也是相當大 我試過使用 3分1左右已經是非常大聲 如果外出聽的話 可能都開不到一半 耳機是相當足夠的聲音 它的輸出方面 我覺得非常滿意 如果大家喜歡一些乾淨利落 聲音帶光澤閃亮亮的話 今次Orbit 便是最適合你了 另外,講到連線穩定度 我覺得都還不錯 乘巴士及地鐵 都暫時未有斷線問題 而延遲方面 聲畫同步都做到 沒有問題 打機、看電影都沒有脫嘴 或是聲畫不同步的情況 至於通話質素方面 耳機每邊有兩個收音米 現在立即和大家出去戶外 試試通話質素如何 好了,出到戶外 和大家做個實測 帶著CAM FIRE 第一隻 森毛色藍牙耳機 OBIN 耳機本身很小 很大 藍色上面都很特別 用到這隻 好像焦糖藍色 整隻耳機聽出來的效果 很CAM FIRE 的性格 低頻和通透度 都是合理合格的 右邊也有地盤 旁邊也有些人走過 同意 簡單地做個護衛實測 不知道大家覺得聲音不錯 護衛實測就暫時到這裡了 最後和大家做個總結 今次CAM FIRE Orbit 是CAM FIRE 手對的森毛色藍牙耳機 簡約的外形設計 一點都不花巧 有一貫CAM FIRE 耳機的作風 聲音方面高動態、清澈、空間感很強烈 偏向爽聲的路線 而耳機的輸出都很大 剛才我都說過 都是一副偏向調音、很有能量感的耳機 而編抹方面支援到APTX Adaptive 24bit 96kHz 的高音質檔 同時有提供官方APP的支援 亦有超長續航力 同樣可以用到QI無線充電 基本上藍牙耳機要有的東西都已經齊備了 唯獨是美中不足 我自己覺得就是APP的設計 可以自由設定的功能實在太少 EQ 表達都不是很清楚 用數字去做一個分別 其實來得不夠直接 期待官方有新的update 可以令到APP的介面 看上去更容易明白就更好 耳機現時售價是249美金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到外面店舖 試清楚 以及去體驗一下 今次CANFIRE 第一對 真無線藍牙耳機是怎樣 再決定買還是不買 今次耳機開箱評測 到此為止 喜歡影片記得按LIKE 有問題留意 如果你覺得我的頻道能幫到這個 記得訂閱及分享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看看有甚麼新的耳機 再和大家分享 下部影片再介紹 接下來就是聖誕節 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Merry Christmas Bye Bye 下部影片